大家好 欢迎收看如何在优衣式上 以席家家做Pivot Point精确旋转第30课 首先我们打开Robot Tutorial 1 Open 然后再打开Visual Studio By Fire Open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2017 那么打开之前 在做Robot Tutorial 1 Post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做任何一周处理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调整 我们当初是MS5 在Constractor使用Synthetic Mesh 降进来之后就变成HRT的机构 但是因为它的location 每个element放的位置都不一样 所以它就杂抽在这边一起 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否则我们在改城市的时候 可能会让城市crush掉 那就是重新开 重新把Robot rotation加进来 那么怎么做 File New Level 选一个地板 点到地板 那地板的最低点是-40 按inter 让地板降下去 之后 Robot rotation 滑速左键 按拖到荧幕里面 松开滑速左键 然后改成0 按这个Burl 让SYZ location都变成0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Cash 它这个箭头就是 它的视窗 在play的时候 开我们的弓箭 那它现在 是背对我们的弓箭 虽然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让它 转到一个 可以看到 比较完整的弓箭的位置 怎么做 点到它 往后拖一点 往下拖一点 好 拖好之后 我们来各个角度 先试一下 那么最直接的 就是play一下 好 这样子 就差不多 看它比较完整了 好 之后我们就这样子 之后我们进到 我们的.cpp 档 找到我们的 lobopost 改我们的RJ1第一轴 第一轴是Y轴 它有正负几下 我们斜线猩猩猩 我们斜线猩猩猩 减下 1到J1 No.2之前 贴上 先把不要的rotation 这些栏位先杀掉 那么在课前 我们已经把大家准备好了 那第一轴是Y轴 它有正负极限 那依照这个图 这个后点 往这边正方向 正极限是 20cm 负极限是 10cm 所以 假如RJ1大于等于20 RJ1就等于20 else if RJ1小于等于 复式 RJ1就等于 复式 那么它是平易轴 所以只有 set relative location RJ1是Y轴 Y的字应该放中间 原来的程式是放在 Z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 把这个减下来 就变成中间 然后加一个 到 斗点 按Ctrl V 把最后一个斗点去掉 好 先让RJ1 移一下Y 那我们这边要做个调整 它之所以乱放 就是Foundation不是0 HRT HRT 放在 也不是0 那么 刚刚 Location的位置 Location的位置 X 要做一个调整 就是让Y的S字 0 减掉 F的S字 就是-29.5 0-29.5 就是29.5 所以 这S字 要加上29.5 我们就可以直接减 29.5 F X 那 Y呢 18.4 减掉负的26.15 就是18.4 加26.15 再加上RJ1 18.4 F F 加上26.45 F 加上RJ1 Z呢 就是0减掉负的38.81623 就是38.8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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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改好之後 我們來做測試 再tick 接完 點開 針方向有20cm的距離可以移動 所以我們向針方向 每一針加0.1mm Ctrl-Shift-B 編輯 因為我們剛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開一個新的Level 所以這次應該不會當機 我們試過了 如果不開新Level 直接程式修改到很完美 那優醫師主要是做電動玩具 跟工業4.0應該沒有什麼大的關係 有醫師在做電動玩具的功能 可以說是登峰造機啦 但是在工業4.0 那麼還需要一些特別客製化的功能書寫出來 好 那麼編輯成功 我們來測試 這邊tick我們是正方向 好 我們來play的時候 那麼看它正方向移動 play 正方向移動 移到20的地方結束 我們來看它是不是放在它線櫃上 OK 完全正確 也就是經過 HRF跟HRY的location的值 對SYZ的修正 那麼整個程式就改好了 再來我們來改第二軸 把斜線星星剪下 移到join No.3之前貼上 那一樣的把標的線上掉 那join No.3也是一個旋轉軸 就是我們的HRTBB軸 所以它有旋轉 有Pivot點的PE 那同樣的它location的位置也要調整 那在這裡我們就直接寫 那麼它的正極線是94 RJ2大於等於94 RJ2等於94 那副極線是-94 所以這都不要改 那它是對Y軸旋轉 對Pitch旋轉 對Pitch旋轉 所以RJ2是要放在第一個位置 Pitch 好 我們把這個放到後面去 Ctrl-V 把後面的兜點去掉 我們經過測試 RJ2 右手定著就是RJ2 好 旋轉完了之後 我們來做Pivot點的調整 我們比照這個 讓兩個element大方向先調整 然後它的Pivot點 就可以改變 我們先調整這個 RB3 Cellular location Vector 那麼這邊算出來的SJ2 YJ2 ZJ2 怎麼調整呢 一樣 就是S 就是0-0 是0 那麼Y是0-18.4 就是Y字要有一個-18.4的調整 那麼Z-18.5-0 我們先做這調整 我們先做這調整 假設我們的Matches M1運算完畢 RB3 Cellular location 那S0-0是0 所以S不要調整 但是Y呢 但是Y呢 0-18.4 就是-18.4 那F 加上Y-2 那Z-2呢 就是-8.5-0 就是-8.5 F 加上Z-2 好 再來 我們來處理Pivot點 那全部由這個處理之後 我們的Pivot點 現在 進來分析了 它的Pivot點 經過Solidwork 檢視 -8.5 是-8.5 是在下面 它真的點 旋轉點 是在這一點 那都是0 00-8.5 所以 大方向由這個處理之後 局部的Pivot點 的修正 我們來做 首先我們來先把這個變數名稱調整好 它是對Y旋轉 所以是Y-R-A-D-2 那所有的 都改成Y-R-A-D-2 好 這個調整好之後 來做Pivot點 Pivot點 從底 00-8.5 到在旋轉這一點 從這裡到這裡 就是 就是8.5 那怎麼做 那S 的Pivot點 就是0 YPivot點 X Pivot點 X 等於 0.0 F Y 也是0.0 F 但Z 呢 Z 是 0.0 F 剪掉 括號 負 8.5 F 括號 0 減掉負的 8.5 也就是正的8.5 所以它旋轉點是從下面提升到上面的正的位置 要不要 0.0 0 F 減掉 負的8.5 那麼 Pivot的Z 就是8.5 好 我們來 對Y旋轉 Y旋轉 Y旋轉 Y接二 就等於0.0 F 我們可以回到之前做的MY程式整個靠近來 那 我們直接來改 S 接二 等於正的Pivot Location X 乘上Cos 括號 YR AD2 下括號 加上PivotLocation 只有Sz Y等於0 所以這是Z 那麼 乘上 3 括號 YR AD2 小括號 減掉 PivotLocation DOT X 分號 那 Y接二 就等於 正的PivotLocation DOT 乘上 Sine 下括號 YR AD2 下括號 減掉 PivotLocation 點 Z 乘上Cos 下括號 YR AD2 下括號 加上 PeopleLocation 點 Z 這個公司 我們有之前的 程式 就可以直接 Copy過來 我們這邊只要做 驗證 就好了 好 我們來驗證 R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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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Tick 把RJ1 用雙斜線 點掉 RJ2 打開 我們把它放得很慢 正方向 正方向0.1度 RJ2 加 等於0.1度 RJ2 Shift B 編輯 RJ2 就是B走旋轉 RJ2 就是搖籃 那麼我們之前程式還沒結束 Stop結束 好 那麼結束了 我們現在可以Play 那B軸對著Y旋轉 那正方向 右手大拇指向這個方向 四次手指頭轉的方向就是正方向 所以它應該要這樣子轉 這樣子轉 好 Play 對不對 很明顯不對 它皮膚點沒固定住 很明顯是皮膚點錯誤 好 那我們來Check我們的程式 看看什麼地方錯 RJ2 是正的 但是這邊寫的是負的 所以把這個件號去掉 Ctrl Shift B 編輯 編輯之後我們再來測試 RJ2正方向旋轉 每一次增加0.1度 好 成功 來 Play 所以這個皮膚點固定了 大拇指指向右邊 四次手指頭 就是正方向旋轉 那旋轉也正確了 到90度的時候會停止 好 停 所以整個程式修改完畢 Stop 來 第三軸 第三軸 是C軸 它都是00 這是高度 跟B軸 差一點 好 那麼C軸 我們就把斜線 行星 減下 放在J1N4之前 貼上 好 把不要的指令 先殺掉 好 一樣的我們之前已經先做了功課 RJ3的正數極限 那麼C軸 我們就叫色套可以轉360度 所以RJ3的正極限是360度 那麼負極限就是-360度 那C軸是對Z旋轉 Z是一樣 正好這個位置 那右手盯著 前面要加個符號 OK 沒問題 那一樣 我們先 不管MZ的Marches運算 先來把 洗澡跟B走之間的差別 先調整好 所以先處理Celerative location 那它的SY C是0 BS0 Y都是0 所以SY都沒事 那主要調整的就是Z 那之前的做法一樣-5.6 減掉負的8.5 F 加在Z軸上 好 我們就來做-5.6F 減掉 括號負的8.5F 括號加上Z接3 好 那麼經過這個調整 把這兩個Pivot點 Location的位置調整好了之後 再來我們來調整 把整個的旋轉 那它都是00的 Z也調整好了 所以它的Pivot點就單純了 那X這個設定0就好 Y也是0 那Z的Pivot點 也是0 那三個都是0 也就是這個運算 就等於沒有作用 不過我們還是把它Check完成 S接3 減Pivotlocation 點X 乘上Cosine ZR13 加上Pivotlocation 點Y 乘上Sine ZR13 ZR13 加上Pivotlocation 點X 封號 Y接生 FoodPivotlocation 點X 乘上Sine ZR13 減掉Pivotlocation 點Y 乘上Cosine ZR13 加上Pivotlocation 點Y ZR13 3等於0 OK 那麼改好了 改好了 R接3 放開 R接2 雙斜線 電調 R接3 加等於0.1 F 就是C 每0.1 都加一個 我們總共要跑360度 正方向 所以我們讓它快一點 每一次加1度好了 Ctrl Shift B P 我們主要要測試它的正方向 還有看Pivot點也沒亂跑 然後轉到360度也沒停止 好 成功 好 Play 是不是正方向 大拇指向上面 四次手速到彎曲旋轉的方向 就是正方向 好 所以360度到了 都停止了 所以乘式修改成功 好 兩個最麻煩的旋轉 B跟C結束 我們再來做 X 那S它加了Foundation 所以它是13.3跟-2 9.5 在S的修正 這個減這個 好 我們來減到程式 它是Joy No.4 第四組 斜線行星 減下 到Joy No.5之前 貼上 先把不要的指令先殺掉 那第三組是一個 平一組 應該講 第四組 第四組 S軸 S軸 是一個 S軸 P 那我們之前已經 在這邊 測量出來 那S的正方向 等級線 等級線 公分 那負極線 也是負15公分 所以我們程式 可以直接 先改 叫做RJ4 叫做RJ4 大於等於 15.0F RJ4 等於 15.0F 等號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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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RJ4 小於 等於 負的 15.0F F 0F 三存 它沒有 Lotation 把它殺掉 它也沒有 皮膚點的調整 全殺掉 它直接做 Send Relative Location 的修正 就可以了 當然 它也沒有 S軸式 外軸式 好 我們等一下殺 我們先把修正式 先寫下去 那一樣的修正方法 看這個圖 就是 13.3 減掉 負的 29.5 然後 加上S 就是RJ4 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改 3.3 減掉負的 29.5 就是 加29.5 然後 再加RJ4 RJ4 有 右手定則的問題 所以是 所以是 是一個 符號 好 來 直接改 就是 13.3 F 減掉負的 29.5 就是 加上 29.5 F 然後 加上 RJ4 是負的 大寫 RJ4 這是S 14.1 Y呢 Y 就是 14.1 減掉負的 26.15 那 就是 14.1 V 減減的 加 加上 26.15 這就是Y 那 Z呢 就是 32.15 減掉負的 38.31623 就是 加上 38.3162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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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1 2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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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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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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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它就停住 就是副15的位置 那你看 它的线轨几乎已经到了顶点 那么S轴划定 那么再来Z轴把斜线行星减下 到这边贴上 把不要的先刷掉 那Z轴也是平移轴 没有旋转轴 所以我们就先把Saber Relative Location刷掉 然后再Marchs云算也全部刷掉 是留下最后一个Saber Relative Location 那极限值 我们来看图 那Z轴上极限已经到底 下极限可以20公分 这种课前帮大家准备的 所以我们程式可以修改 RJ5大于等于0.0F RJ5等于0.0F 下极限 RJ5小于等于负的20公分 RJ5小于等于0.0F 好 那么重点就来了 RJ5小于等于RJ5 Saber Relative Location 那么对SYZ 3个轴的修正 我们先把之前的纸先看掉 好 我们现在怎么修正Z 那一样的有这个图 -6.75减掉13.3 就是对S周的行战 好 我们来做 -6.75F减掉13.3F 那Y呢 8.92减掉14.1 我们现在是这个轴是Z轴 只有对Z有影响 我们先把Y导定 8.92F减掉14.1F 这是Y多点 那么Z是R接5 等一样一起改 那Z就是71.55减掉32.15 再加上R接5 再加上R接5 大写到R接5 好 改好了 之后我们就来Tick R接4电掉 双斜线线电掉 R接5放开 那它是负的0.13 R接5只有负方向可以移动 所以负的OK 那总共是可以移动 负20 Ctrl Shift B 好 成功 来 看我们的测试 负的向下Z轴 Play向下正确 到负20 位置结束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 拜拜 谢谢大家